還有很多可以讓它自行頹皮或是被開發 就是搞得亂七八糟的慘案 第一個我們先請南港平蓋工廠 就是南港的守護隊來為我們發言 在2014年就是去年的時候 平蓋工廠就已經有六棟歷史建築 然後就是裡面工廠的建築被指定為歷史建築 還有兩處一個房戶洞一個碉堡 那總共有八個地方 然後那時候我們其實是非常憂心 因為它雖然被指定之後 但是開發案還是要繼續進行 那中間有一條計畫道路它還是要持續的穿越過去 那時候我們就去找了柯文哲候選人 那時候他還是候選人還不是市長 那時候是他來找我們 然後所以他跟我們說 我們可以就是去支持他 然後結果我們就後來去找他 他就說他選上一定沒有問題 他跟我們承諾了很多次 那我們還是不放心 後來還又拿了一個連署書 請他親筆的寫上圈去保留 那結果他就承諾了我們 我們其實就很高興說 他選上了一切通通都沒有問題了 那我們事實上是很錯愕的是 後來在新聞媒體 然後後來是人家告訴我們說 沒有耶他還是那條路還是要持續開 所以我們後來就很緊急的 就在上個月去召開了記者會 那時候呢我們就感覺很奇怪 然後還覺得說 咦 怎麼市長跟媒體說的 跟他們實際做的完全是不一樣的 然後在之前那時候 文化局長也把我們找去 那時候我們就跟他問說 咦 我們這個 都沒有受到維護 那整個那個骨氣似乎還有道路 就是那個還有道路要開過去 然後要把建物砍成一半 那結果他說沒有沒有 我們沒有要開路 他親口這樣跟我講 然後我就想說 咦 是不是 這市府已經把事情都辦妥了 就後來發現竟然都沒有 然後他們在這個月就已經要招標 然後要把那個拆除工程就要進行了 就完全是一種欺瞞市民的 就是我們對他是這麼相信 然後我們是這麼信任 他希望說他可以把這些事情就解決了 結果竟然我們搶救了這麼久 然後結果今天竟然是這個狀況 其實我們非常的上興 然後在整個星期天 我們想要去做一件事情 就是希望我們可以回到原點 然後我們當初我們是努力的去守護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一個個的把它打掃乾淨 然後希望大家星期天可以過來 看看瓶蓋工廠 然後我們一起來把它掃乾淨 就是這樣 謝謝 謝謝 瓶蓋工廠事實上 因為都市計畫要開闢道路 所以就是 市府自己指定的歷史建築 就要被砍成兩半 那這實際上是可以透過 台北市自己的局處協調 而有所調整的 但是我們也沒有看到 倪春華局長 拿出文資法的精神 去幫瓶蓋工廠爭取這件事情 那包括呢 只是類似的案例 還有一個是台北機場 大家可能以為台北機場在今年3月 不是已經被指定成國定古籍了嗎 但是其實被指定成國定古籍之後 我們也非常憂心 就是說 等於整個台北機場就變成 是進入閉門不造居的狀態 沒有人可以進去 看到裡面的建築物 到底發生什麼樣的狀況 所以即便是國定古籍 也都還有可能就是放任它自己 就因為風吹雨打 年久失修 然後就 它可能會倒掉 然後會有殘破 然後最後就會變成 它不再具有歷史建築 或是文化資產的價值 所以可能會取消指定 就實際上被面臨指定 被指定之後 都還有這麼多的危機喔 那最後一個 我們其實是要請松菸護術聯盟 來說一下 就是我覺得是松菸古蹟應該是 因為大巨蛋的關係 所以成為一個大家都看到 很慘很慘的古蹟 那我們要請友藝來告訴我們 他的經過 好 各位